这影院的逐步开放 暑期党的精彩 不能再错过了 近十部国产新片 喜剧 科幻 警匪 题材齐全 种类丰富 总有一款能让你走进影院 其中由刘金云 李若彤 林峰主演的电影《神探大战》 最受期待 该片讲述了刘金云饰演的神探李俊 带领警队精英破获的一起 连环杀人案的故事 他是一个非常有女王 有可作的一个人 他在演这个角色里面 也原来有一种很特别的 一种能静在里面 你就是怪我 香港游戏以来最喜欢的剧本 方李信打从心底里面是 蛮欣赏李静 而且应该有一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所以才引发了后面大家 一起去查证案 除了有林峰 当蔡卓妍加盟 该片也是李若彤继《无畏神探》 《一个自投的诞生后》 时隔22年后再次与刘青云合作 派这个神探大战 是隔了很多很多年 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就是好像又是再见到一个老朋友一样 剧情片方面 由李锐军导演《武仁林海青》主演的电影《引入陈嫣》实力不容小觑 日高的转从走列走起来 从这整个高架和车桥脚断了 他讲述了西北一对底层农村夫妇从相知到相守的故事 这是一部征服国际的电影 他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并获得外媒的一致好评 喜剧片方面 由陈思成导演黄渤主演的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 即将于7月15日上映 该片讲述了黄渤饰演的人大望 一心想把喜好天文的儿子任小天 培养成钢琴演奏家 为此父子争吵不断 一天神秘外星人莫扎特意外出现 从此莫扎特帮助任小天 开启了和爸爸斗智斗勇的生活 大家准备好吗 莫扎特该你出逃 莫扎特 出发 我觉得伯哥这次饰演的这个父亲 相对来说是具备一定代表性的 曾经有过年少时的规划 然后被现实打败 此生最大的梦想目的是《望子成龙》 就在老鼻里长老鼻子 那是钢琴家 还是两分钟啊 两分钟以后我要听到Turkey 同时这个人身上也有一些洗衣部分 给你住 给你住 再觉得就像稍微让他特点化了一些 快去报警 别 陈思成和黄博 曾在《我和我的家乡》单元故事 《天上掉下个UFO》中有过合作 而这次两人再度合作也是多了一份默契 当时伯哥就要了一张纸 他就把纸心搓过了 变成皱皱巴巴的 我当时没明白他要干嘛 那等演的时候 他拿出这个钱的时候 发现还带着一张皱皱巴巴的餐军纸 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把一个父亲的总货就完全斩了无遗 我害你嘛 你知道雨天会感谢我 你发生自己的失败放在我头上 回想一下 就现在我们在教育过程中 有很多这样的父母 干啥呢 行了你都安排我一辈子了 我希望大旺学那种正规的音乐唱法 然后大旺是喜欢另一种音乐 就像大旺行的对小天 此外从最新曝光的特辑中 钢琴演奏家朗朗也参演其中 影片中朗朗将饰演担任任小天 钢琴比赛的一名评委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他却时时出现在小天爸爸任大旺的口中 存在感不是一般的高 我要是不想练练 我一板上尿五十次 动画电影方面 我是哪吒二之大闹东海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 海底小宗队洞穴大冒险 侏罗纪大乐园冲出地球 二郎神之深海蛟龙 封了贵宝之三星夺宝也将相继上映 这个七月精彩封城的大一幕 势必让你大饱雁福 记者陈湘云编辑报道